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冬天的潜定湿地 冬之庇护 我是分享者萧秀云 冬天的潜定湿地 如同画面这一般 从空中鸟看着潜定湿地 从东边到西边 它的地形是剑刺的升高 在东边是兴起萝卜的水泽区 西边这一边大部分是生长茂密的长草区 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草泽区 在这草泽区遍布了较为小的植物 叫做盐定 这个盐定可以生存在盐分比较高的环境 因为早期我们的潜定湿地是盐田 那它的特性就是说我可以吸收这个盐分 透过盐线排出来 所以它就成为了我们在潜定湿地 这一个中间草泽区这里的优势物种 我想在不同的季节里面 各位可以来欣赏一下我们盐定的美 大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这么样的树大便是美 那么在潜定湿地的东半部的水泽区呢 又有深浅不同的水域 所以从这张图你看到了万鸟齐飞 那我们对于冬天的认知就是万物俱进 但是呢在潜定湿地却是生机盎然的几项 万鸟翻飞 呈现非常热闹喧腾的这个气氛 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常常你就在这个季节里面就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说潜定湿地就是一个鸟类最好的一个庇护所 那么在一年之中呢 能够赏鸟的最好季节也就是现在到隔年的春天 这一段时间大家一定一定要来的走走 来到潜定湿地 看看我们数量最多种类最多的候鸟 那看到 各位看到 我们是大炮一整排的 在这个季节里面 常常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因为潜定湿地 更是提供给热爱大自然的这个朋友们 来这里观察拍照啊 摄影 那欣赏 那仿佛呢 让自己自身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当中 当然 来到潜定湿地呢 的赏鸟 我们可以培养出非常好的眼力啊 听力啊 敏锐的这个听力 以及培养我们的耐心 培养我们的耐心 那这些是每个 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就是能够在这里 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权 可以跟他们的和平的共存 那在这当中呢 各位可以看到 可以猜猜看他们这个时间点 大概是什么时候 没错 当然就是大早的时间 赏鸟呢 最佳的赏鸟时间 就是清晨的 然后六点到九点 九点以前 在夏季当中 就是 就是 下午三点到天黑之前 这段时间都是最好观察鸟类的 因为这两个时段 早上跟黄昏的时间是鸟类它的密食的时间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说 你可以看到 从这样的一个照片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你可以数数看 这里到底有多少的鸟 到底有多少种类的鸟 所以可以说 且听师弟就是水鸟的乐园 那各路的英雄好汉齐聚在这里 那其听师弟呢 在这个其听师弟里面 他们就即将上演了各自的看家本地 所以呢 也可以看到 其实 即便是鸟儿们 他们生活的七地 跟我们相当的接近 那 如果呢 我们不去干扰它 就能让它在这里 安养生息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在其听师弟的七地营造里面 我们就是希望 要把它 营造出 一种都市的 生态环冲区 好 接下来我们要 首先上场的是 皮嘴鸭 顾名思义 皮嘴鸭就是因为 它的 有一个扁平 宽大的嘴会 就像琵琶一样 那 琵琶上面的咸 就如同梳子 是他们用来 密室用的 所以呢 他们就称为 皮嘴鸭 常常他们都被 误会 成是 绿头鸭 那皮嘴鸭 他们在密室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殊的 行为 他们会左右的 扫动 这个绿石 但是因为呢 它又是 浮水鸭 它没有办法 下去水里 密室 所以呢 他们就会 群体的聚集 然后呢 绕圈圈 形成漩涡 那我们先来 欣赏一下 他们如何 形成这样的一个 漩涡 各位可以看到 他们就从中间开始 然后不断的 一个接着一个的 绕圈圈 绕圈圈 形成这样的一个 漩涡的状态 这也是我们在 湿地里面 我们的志工们 拍到的 那各位有看到 皮嘴鸭 他们在绿石呢 好 所以你就会看到哦 就是我们的右上角 这样的一个嘴绘 里面有这样的细细 长长的 这一个 像梳子一般的 过滤器 那这一些呢 为什么他们要聚集起来 是因为呢 在旋转 形成漩涡的时候 转动形成漩涡的时候 这个卷动的水 卷动了水中的 这个藻类 跟浮游生物 使得这些呢 浮游生物跟藻类呢 就顺着他们的漩涡 就聚集起来了 这样他们就很方便的 在觅食 所以他们在同时 在旋转的过程中 各位也有看到 其他周围的每一个人 其实也顺势的就在觅食了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特殊的 那根据爱鸟人士呢 他们的观察 那这个皮嘴鸭有一个特异的功能 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鸭蛋 就是他们会在 竹槽在地面上 那他们呢会有一种卫装 也就是吃鸟就会把大便呢 搭在这个鸭蛋上面 这样子呢 这个对于劣食者来说 他就不会有兴趣了 所以这些都是皮嘴鸭的一些 很特殊的一个行为跟构造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肩尾鸭 肩尾鸭又称为 酱背鸭 后鸟记得也来到时 肩尾鸭它就迫不及待的 回到了前天室底的水鸭 它是最准时来报到的水鸭 那为什么要叫肩尾鸭呢 过敏思议就是因为 它的尾巴有尖尖的微雨 因为肩尾鸭这个体型呢 是比较优雅纤细的水鸭 就像图中你看到的 我们的熊鸭 它的头部是褐色的巧克力 巧克力的色彩颜色 跟它这鲜艳 相对于母鸭呢 可能就是因为周围环境 与周围环境的景色 是融为一体的保护色 所以呢 肩尾鸭的功德 它其实在它的脖子 延伸到它的颈部 左右各有一条的白色的颈线 那我就借由我们拍摄到的影片 让各位看看肩尾鸭 怎么样去整理它的羽毛 各位有看到很明显的 从它的脖子 延伸到它的颈部的白色的颈线吗 这就是这个要辨识肩尾鸭的最好的特征之一 因为呢 刚刚有看到 它是在不断的在整理它的羽毛 那我们来看看 肩尾鸭同时也是我们 前定师弟的水舞芭蕾 水上芭蕾舞者之一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颈尾鸭 它有着尖尖的尾巴 那因为它是扎实性的 然后呢 它们在密食的时候 不管是公鸭还是母鸭 那么它们都会倒立 把头胸插到水中 浅入水中 把臀部朝着天 只看到尖尖的尾巴而已 这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是我们其立师弟的水上芭蕾舞者 那么 大白天呢 它喜欢呢 躲在这个颅尾虫 或者在水上面休息 因为呢 它的性情是非常的积极的 所以只要有干扰 它就会起飞 好 那我们待会就会可以看到 在长时间都在生活在水中的 这个鸭子呢 它们的尾指线特别的发达 所以它就会利用它的嘴巴 来分泌这个油脂 涂在它的羽毛上 让它的羽毛呢 是保持很光泽的 并且有防水的效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我们的尖尾鸭 头胸整个倒叉在水中 但是呢 它的羽毛似乎 一点都不受到水的影响 看起来是 还是非常的光滑的 所以各位要欣赏它 就要维持一定的距离 而且呢 压低声量 避免干扰到它 因为稍有干扰它 就会立刻飞离开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下一个 就是我们的赤脊鸭 赤脊鸭呢 它是我们浮在水面上的鸭子 因为我们的鸭子呢 分两种 一种是很善于潜水的 我们叫做潜水鸭 有一种呢 不善于潜水的 我们称为浮鸭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 这个尖尾鸭呢 它就是浮在水面上 对不对 它也可以浅在这个水里 接下来是我们的赤脊鸭 我们的赤脊鸭 是浮在水面上的鸭子 就是浮鸭 因为鸭子它分成两种 一种呢是善于潜水的 叫浅鸭 一种是不善于潜水的 我们叫浮鸭 那我们的赤脊鸭呢 是浮鸭 那要找到它很容易 就是像我们画面上看到的 头顶上呢 虽然是红棕色 但是呢 到它的公鸟 它的熊鸭 它的头顶是有乳黄色的 乳黄色的这个标记 所以在这样的一群鸭子里面 其实还蛮容易看得到它的 那它主要的是吃我们的植物心得 因为它常常就在那个水边的潜水处啊 或者是沼泽啊 不管是在陆地上踩层 或者是在水面上 它都可以绿石 因为呢 它非常善于游泳跟潜水 很开心的时候 它就会摇摇尾巴 翘泡翘它的尾巴 那因为它非常善于飞行 速度也快 叫声也响脆 也清脆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 在水里玩水的一些样貌 那你看过它 苏喜的样子吗 好 我们来欣赏一段 尽管它把头潜到水里去 这个水丝毫没有影响到它 这个防水的效果非常的好 看到水从头往后面滑动 然后呢 尾巴一抖动呢 就可以把水给剥掉了 最后呢 它洗好澡了 它还可以正式 容光焕发的名字哦 好 所以各位有看到 不管是我们的公鸭或母鸭 其实它们的嘴绘都还蛮相似的 也就是都是这种贵色的 那前端呢 就有这种黑色的 这就是我们的赤井鸭 那赤井鸭呢 它是喜欢这种有混群的现象 所以呢 它跟其它鳥种在一起的时候 就透过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嘴绘啦 还有它头顶上的颜色 是我们最容易来找到它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到所谓的白眉鸭 白眉鸭来自欧亚大陆 它分布非常广 数量也比较多 那你看到它这样的一个 飞行的一个环境 那就是它喜欢在开阔的水域 那为什么叫白眉鸭呢 因为大家有看到图片上 它最大的特征了 对 那在它的眼部的地方 有一个很明显的白色的眉纹 那它们也是都很大量的或者是小群的集体的这个活动 在不管在它的迁徙或者跃动的时候 它们就会集成了这个大群 那因为它的性情是比较胆小的 但是它又很激励 所以呢它们会用去聚集的这个方式 那常常呢你要找到它 你可能要在水槽里面 因为它会走在这个水槽里面去觅食 但是一旦呢 它只要也听到了这个声响 它也一样会非常快速的正式的飞离开 这是我们的白眉鸭 那它跟我们的小水鸭 就是喜欢有这种混群的这种现象 那小水鸭呢 其实是我们燕鸭科当中的候鸟 体型最小的 所以它被称为小水鸭 它也是台湾的这个数量最多的鸭科 但是哦 你不要小看它 每年呢 它从西伯利亚到台湾之间 它飞起来可一点都不含糊 为什么 因为呢 它要飞过重重的高山 广阔的海洋 才能到达我们的切定师地 那它也是最早来的 它也是最晚离开的候鸟 那它数量非常的庞大 所以有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在空中呢 那种多道呢 飞到空中的时候 形成了一片由鸭子组成的这个鱼朵 所以我们也称它叫做鸭鱼 那所以各位看到 我们画面上的 有这两只 那颜色比较朴素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母鸭 那为了预除 通常我们的预除的鸭子 就会颜色比较朴素 是具有一个保护色的 那中间这有 就是在它的头部呢 是这种绿红色的 然后有镶子的这个延伸 延伸从这一个 延伸到颈部的这边 有一个浓绿色的这一个 很夸大的画的 好像眼影的这一个 这只是我们的工的 而且也是非常好辨识的 那这是我们的熊鸭 这是我们的熊鸭 那体型虽然是最小 但是它十项全能哦 因为不管是游泳啊潜水啊 那它的潜水 就是为了要逃离掠食者 身材虽然小 但是要知道哦 它的飞行速度 可以达到时速97公里 那它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呢 组成的团体 当它飞行上去的时候 在空中的时候 它们会互相的靠近 而且以V字形快速的飞行 你也可以从空中 非常的很容易的去看到 原来看到是这个是小水鸭 那它会这个熊鸭还有一个特征 它就会特色 它在凡之起的时候 它为什么跳球 来吸引这个木鸟 好 那我们来看看 那这个小水鸭 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潜天湿地里 密集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你看到它不断的在降雨 它会在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浅滩区 那 丰富的这底漆的这个生物呢 是它不断的密食的一个象征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食物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可以让它在这里很安心的 在这里度动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呃 铁地稀有的冬后鸟 那去年来了这个葡萄胸鸭 那葡萄胸鸭 胸前没有葡萄 那也没有葡萄的花纹 好 它但是它的颜色是非常的 呃 鲜明的 好 我们看到这群鸭子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只非常颜色非常的特特殊的 亮丽的颜色的 那就是这一只右边的这一只 这只的熊鸭呢 它的额头是白色的 额头是白色的 然后呢 它的眼后有一个非常宽阔的这个绿色的眼罩 所以呢 在这一群鸭子里面 在这边吃草 或者是在水中觅食的 其实你都很容易找得到它哦 还有还有 它还有一个 呃 要说是它特殊的本领吗 因为呢 它会利用啊 其他的鸭子浅出水中的时候哦 这时候它就会趁机去夺取 这个 其他鸭子口中的这个食物 如果 各位想看一堵这样的一个 呃 画面呢 我想 来到捷地湿地 就对了 好 接下来再来看看我们捷地湿地里有很多 呃 漂亮的 水鸭 现在看到画面的这只叫做八鸭 啊 又称为花脸鸭 它是稀有 而且罕见的艳鸭科冬后鸭 它被国际的自然保护联盟 呃 这个红皮书里面是列为 义维的等级 就是 冰维的物种 那 在台湾呢 是属于二级的珍贵 呃 稀有的保护类的鸭 那它八鸭的脸上 你看 它有 呃 黄色的呀 呃 黄色的呀 绿色的这个月形斑 那还 还有这个 黑 黑线跟白的细线 这看起来就像我们在写的这个八字 所以又称为八鸭 但是 这个 这个斑线呢 又很像太极 对吧 这很像太极 所以也有人叫它叫做太极鸭 这是非常的漂亮的 它也会混合在 混混去在这些鸭子当中 但是它的这个自然的颜色 是你一眼就可以看到的 而且忘不了的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颜色 当然我们接下来看到的 这是罗文鸭 也是相同同级的哦 它是混合在这个混在这些水鸭当中 还是很容易被你找到的 因为呢 各位看到 它的头顶上呢 有这种 铜色的铜 然后金属绿色的 那银色的 银色的这个身体 那它的飞鱼呢 是这个呈现的非常扇形 而且是很比较长的 那从这一张看到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 有三角形的这白色的咽喉 那它整个脸部呢 就是有一个像国具的这个脸部 白色黑色橘色的 橙色的 这样金色的 是非常的漂亮 那在奇定师弟的这些 很特殊西渊的这个鸟类 来到这里 除了逆时之外 那我们也享受到 这种非常自然的 这种天然浑橙的颜色 那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饗宴 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有看到 我们很特殊的 很不一样的 很明显特征的这个 凤头前鸭 凤头前鸭顾名思义 凤头 凤头就有很长的尾巴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熊鸭的头顶上 各位可以看到 它也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 这个就像我们讲说 繁殖的路客 它在繁殖的时候 会有一些的繁殖语 那个便语 那这就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在这样的一个开阔的水域 这么多的水压在里面 如何找到它呢 就要看它的这个饰语 这个饰语 这个饰语就像我们现在 那个流行的这种发型 就是那种刺猬型的 刺猬型的这种发型 那是它的特征 所以它就叫做又被取作凤头的原因 还有它黑色的头部搭配的湿语之外 如果你愿意到现场 你还可以发现到很深艳的颜色 然后 那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凤头浅压 它有黄色的小眼睛 当你看到的时候 其实你会印象非常的深刻的 那浅压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看到浅压 就是知道就可以了解到 它的生活习性 它喜欢的环境 以及它觅食的方式 所以呢 它喜欢浅入水中去捕捉这个鱼下贝类 它是非常非常的擅长的 所以当它要浅水下去捕捉的时候 它会把它的翅膀给收容起来 然后再浅到水中 那浅到水中的时候 它又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构造 叫做顺膜的组织构造 在这个 这个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浅水镜 就像挖镜 我们下去游泳的时候 带着挖镜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清楚 很明显的看到水中的生物 那所以凤头浅压 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构造 所以能够让它们捕捉到 那个很容易的捕捉到 那个水底下的这些 一下贝类等等的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 凤头浅压 悠游的在我们的开阔水域 所以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它的身影 看到它的刺猬的发型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其实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它的黄色小眼睛 是这么的显眼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白罐鸡 我们的央鸡科 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红罐水鸡 红罐水鸡 白罐鸡都不是鸡 它是有蒲的水鸟 那白罐鸡呢 为什么叫白罐鸡 因为它的又叫做骨顶鸡 也就是因为它全身都黑压压的 这只有呢 它的耳板 嘴巴跟两眼之间的这个耳板都是白色的 所以有白骨顶的这个别层 那它喜欢呢 浮游在这个水草之间 因为呢 它在游在这个水面前进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其实它的颈部啊 它的脖子是一缩一伸一缩一伸一伸的 在往前滑动 那事实上是因为它的脚底下有浮 在水面下滑动 那最特别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白罐鸡 好 它的那个鸡 它的脚趾上的这个鸡 是演化成了叫做便鸡竹 好 那待会我会让大家看到 因为它的这个便鸡竹不像鸭跟鵝的脚趾 它会有相连的鸡 好 那其实呢 各位先看到 看到它的脖子 有没有 一伸一缩一伸一缩的 事实上 水面下的脚可是忙着的了 那水面下的脚 脚趾到底长得是怎么样子呢 哇哦 是非常的特殊的构造 对不对 我想 或许你看过或许没有 但是 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是非常的惊奇的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便鸡竹 那这样的一个竹呢 是有可以帮助它 不管是在湖泊 渔温等等 这水域里面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细细啊 觅食的 好 那其实 这就是我们的阳极壳的 这个阳极壳的这个白罐鸡 非常特殊的 那要在哪里看它呢 其实很容易的 如果呢 各位来到了我们前定师弟 那就在赏鸟亭前面的这个大排水道里就可以看到它的声音了 是那么的靠近 其实你可以在商鸟亭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它 那甚至呢 它就到岸上休息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构造啰 所以还是欢迎还是要邀请各位有时间就来写定走走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燕鸟客 其实我们这里的燕鸟是很多的 鸟客的鸟类其实它们很特别 你看它们群体的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活动或者是飞行 通通都是一起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合群的这个活动的行动 那你也会发现这些我们的燕鸟客的它们可以在空中定点的辅冲 然后辅冲下去去瞬间的去抓到鱼虾 那这些虽然这些鸟客呢是很小的 可是你要知道它也是国际级的二级的保育的鸟背 那它们结群出没在这个海岸啊沼泽啊这些等等的环境 那所以它喜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前定师地的在我们的北边和南边 其实两边都有这两边的泥滩地或者是我们前单沼泽地 其实除了密食之外 那它就会在我们的这种沙粒的地面上去煮草 那它会在这样的一个泥滩地密食 会在我们的这种沙粒地煮草 那它煮草之后呢熊鸟跟驰鸟它们会有很多的附带 其实这里的来的数量是很多 所以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一个画面 是非常的可爱的 那2021年来到切定师基的希克 我们来自西伯利亚的海鸣豆艳 这个圆圆的眼睛 那短短的嘴巴 那嘴巴呢 各位看到它的嘴巴 那跟它的脚 都是这种橙色的 这种橘黄色般 橘黄色的 都是它非常亮眼的这个特征 那因为它们也是常常都是团体的行动 那你就可以 而且体型其实是很壮硕的 所以你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它 那飞起来飞行起来的时候也是 那是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左上角的这一张画面 那这张也是很难得的拍到的 那这是上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猛情折狂 那我们的这个喊银豆艳 它就可以 它因为体型比较大 所以它会起身去对抗折狂 或者是其他的猛情 来保护的 间接的去保护到我们其他的水鸟 我说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 切定师基的水鸟 其实它们都会混群的在这样的一个水域里面 所以当折狂会有要有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喊银豆艳也会起身来保护这些的水鸟 所以呢这是非常有趣的画面 再来我们看到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字 这也是一样是在开阔的水域里面 那这个叫做小屁蹄 小屁蹄它的别名叫做吉比拉 那它属于在日行性活动的鸟 那吉比拉它的特征呢 其实也是很容易让大家就找得到它的 虽然它是在开阔的水域 那你就看到它的眼睛有没有像小丑一样 多了一圈白色的圈圈 这就是它的特征 那它就像鸭子一样 其实它的脚是有扑的 但是它的脚的位置呢 又是比较在靠近尾巴的地方 所以呢如果你在现场看到它 就会看到那种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 那个外巴自行的 非常的可爱的 那它很擅长的就是游泳啊潜水 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它也是有扑的 所以当它要快速的奔跑的时候呢 它的便足是在踏水 然后在水面上呢快速的奔离 就像轻功水上飘一样 那看到的这个右边的这两张呢 也就是在告诉各位说 你看它是在水面煮草哦 它可以在水面煮草 那煮草煮的修向一个小火山口 当这个青鸟下面这个是青鸟在浴厨 上面这张是在浴厨 那浴厨的时候呢 它就会找一些旁边的水草啊 先把这个蛋给盖起来 第一个为了就是遮蔽 不要被发现 第二个呢也是 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 它就不会直接的曝晒 那你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个动作 其实这个上面动作 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啊 那青鸟就会帮这个蛋啊 散风降温 好 那所以 呃 就会可以看到 这水面上有这种突出的 像个小火山口的这一个 那它也会去捐鱼 捐那个小鱼给它的这个 鱼鱼吃 好 那如果真的鱼太大了 怎么办 它会先把鱼给甩死 然后再喂尸给它的 鱼鱼吃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大 鹿斯克的大马鹿咯 呃 因为呢 切定师弟呢 有很大片的这个鱼尾虫 那这个鱼尾虫呢 是我们的大马鹿最好的 最佳的屁股所 它很喜欢 出没在这样的隐秘的 高大的鱼尾虫里面 吸吸 那 如不容易找得到它 当然不容易 它它会躲在 因为它的颜色 身上的颜色呢 跟鱼尾呢 是融为一致的 所以呢 你注意看到它 黄褐色的脖子啊 还有脸啊 黑色的头顶 其实都布满了这个条纹 在所有的鹿科当中 不管是黑罐马鹿 马鹿或者黄小鹿 它们都是会有擬太的行为 不管是成鸟或者是幼鸟 那尤其是大马鹿更是佼佼者 它们会持续维持一个伪装的知识 直到你觉得 直到它觉得骗不了了它才会飞走 好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 整个决定诗季的保育主角 黑面披露了 这一群白色的精灵 牵引来一下 所以它又有黑面舞者的指成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我想告诉各位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 当黑面披露 它用嘴会在搜寻鱼儿的时候 它的食物的时候 那因为它对于天底的警觉性比较低 所以呢 它就会选择跟白露丝啊 他们这个露丝科的 共同在这样的一个水域 让这些露丝科的 这种大白鹿当作它的那个警卫 那当然大白鹿也不会免费的服务啊 它也会趁着 因为被黑面披露扰动的这个水面啊 金光四串的这个雨下 它就可以顺势的就 获得它的食物 省点它的自己的角力咯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其实黑面披露来到前天师帝呢 是全面的雪白 那来到这里呢 你可以从这个画面上看到 它有黑面披露的新生代 也来到了我们的前天师帝 因为呢 那从画面上看到 其实 从我们的嘴会 我们的黑面披露的嘴会 可以分辨出它的年 大概是它的年 是在哪一个阶层 像 整个是非常光滑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青少年 这可能是第一年来到台湾 渡冬的这个青少年 那如果到了奏折的部分 到了中间的地方部分呢 那就是我们的年轻的个体 那成熟体呢 也就是它的整个嘴会都是充满了皱褶的 那在空中它们是如何去找到它的 你可以在当它们飞翔的时候 如何找到这个黑面披露 就是看它飞行的时候 它的颈部会伸得比较直 因为大白天呢 它大概都在休息啊 然后密室啊 到了下午呢 四五点的时候 傍晚的时分呢 它就开始活络起来了 开始玩耍 洗澡啊 互相的整理 等等这一些的 当然 各位可以在哪里找到它的身影 看到这些有趣的画面呢 那当然 我们的八角亭 以及我们的赏鸟亭 其实就可以观察到了 如同画面的这一张 在切定师弟 是一个候鸟的庇护所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候鸟 都可以和平的在这里相处在一起 感谢各位的聆听 也期待各位来切定师弟走走 与我们的候鸟相见 期待你的来临 你来到 Teen像个朋友 你去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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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看 你去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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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照顾